为了迎接即将来临的农历新年,马来西亚冰城大山脚的慈祭志工为照顾户举办了一场岁末发放。 志工们用心地把接待处打造得春意满满,化作打卡区,让照顾户感受新年的气氛。 照顾户们在摆设前拍摄全家福,留下美好的记忆。 活动的一开始,照顾户们围坐在一起就像一家人一样, 一起见证实际志工人对于人间的爱与关怀。 我感觉到师姐、师兄们的爱与关怀,让我有这样的信心,一直过着每一天快乐的心情。 就是希望我可以像常人一样这样走,过着想要的生活,就这样开心下去。 从小无法正常行走的陈俊豪,经由慈祭志工转介接受矫正手术后, 如今终于可以脚踏实地地行走。 在佛在灵山的唱诵中,进行了传福会心灯的仪式, 再进行祈祷及发愿。 一改往年的围炉方式,今年以自助餐的方式呈现料理,令照顾户们耳目一新及吃得非常开心。 你眼睛看不到,但是你感受到我们今天的氛围怎么样? 有没有新年的气氛? 有啊,我很久没有新年过了。 很久没有享受到这样子的一个新年的一个气氛? 对啊。 有没有感觉到很温馨? 是哦,很温馨。 社区负责人及和气政副组长,为照顾户们送上装满尽私之粮的扇袋, 也代表着真言上人及金舍师傅遥远传送过来的一份祝福。 在志工们所谓的带动下,照顾户们也投入在一家人中。 在互相尊重声中,送别的照顾户,整个活动宣告圆满结束。 大爱新闻符合性陈若生,吴福元,曾文文,曾开心,马来西亚报导。 在一起诺惠新闻事件而非基督老话咱伟 Robin,ун文, Haven john去了一边 прич根据玩具、小被高监的噱子罈口 Experredo, 蜡羹冲数委提到店 фин言里结束了给人通过来。 既然 activ犯者是削的关号部分。 没有邻断期待至于10月后这间消息与人数据来的交给 Justice。